這個版型部分你加進來之後的話 其實在其他的FoneView 然後GreatView裡面也是一樣 那這做的方式的話你可以在這地方 你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 如果你現在要顯示是要多一些些的話 再來的話你可以在這地方按一個編輯在那個 這個標籤上面會有一個編輯樣板的功能 那編輯樣板要怎麼做 其實注意 編輯樣板之後要結束非常簡單 就在結束就好 所以進去 結束 應該有意思 進去就可以編輯 那怎麼做編輯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字怎麼樣更改 其實上面呢前面這個就是他的 標籤 那標籤名稱如果說你藍外名稱英文的 可是你將來要變中文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就把ID改為編號 或者甚至你不要編號你可以把前面這個什麼delete的可不可以可以啊 後面就是將來裡面從資料庫撈出來的資料 會放在中瓜湖裡面OK 那再來的話呢你裡面的先講一下那個字型 跟顏色 上色非常簡單 比如這地方 sub sub 主題要變成 藍色的字 怎麼辦 非常簡單嘛 上面不是這個跟Word一樣啊你就換一個 藍色再按確定這個就藍色字變粗的可不可以 然後你希望把Name的部分呢塗個什麼顏色呢 塗個底色好了比如說給他一個 黃色這個好了OK 然後Email的話看看你要不要把他改個協體 諸如此類反正你就自己把他 稍微時間的部分的話呢是要不要再把他 縮小一點點 縮小一點點 那他其實這個 再縮小一點點 OK那content的部分的話呢看你要不要再給他換個字型 比如說你要不要把他換一個什麼 正黑體之類的 OK好了之後的話呢就把它save 這個地方呢你的字型就設定好了這個第一個是在講字型的顏色 跟字型的大小還有你要給他顯示字型 不過你選的字型盡量不要選什麼華康的啦什麼 其他的為什麼因為這種字型將來在別人電腦沒有就顯示不出來他就預設 用新新民體代替了OK 所以你會發現你只要更改過的有沒有這地方的都會顯示出來 那那個 微軟正黑體的話基本上在Windows環境下顯示的出來 不過不是 微軟的環境下就顯示不出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資料就顯示出來不過現在呢 他還是 沒有按按照你的方式排列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的希望讓他重新排列 類似像這樣的排列方式 那這個排列方式就必須要畫一個 你可以用那個DIV 就是版型的那個那個標籤 那但是這裡 你如果用DIV其實還蠻麻煩的 你不像那個Dreamweaver裡面他可以直接拖拉過來用 你要必須下htm語法 你必須怎麼樣呢切到 這個原始碼裡面自己在下標籤 那這樣子實在是 太辛苦了 所以我建議各位怎麼樣呢 你乾脆用什麼 最原始的 插入表格 的功能 那其實插入表格在那個 最重要的工具裡面 你還可以再把表格轉換為DIV 其實不會有問題的 他還可以再轉換 那我們如果要做版型的話 首先你要了解一個特性 就說第一個你的版型到底 他是怎麼樣安排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版型基本上是這樣子 一個表格的話 類似像這樣 然後這邊切一欄 對 然後這邊基本上又切一欄 啊不 這一欄應該是可以這樣 就是說基本上 這樣子是一個表格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表格前面這一欄 這個是跨 有沒有他合併的三列 然後這個又是合併的 合併的 這沒有這個是 那中間又一個 那也就是說呢我們將來就是插入一個表格 幾欄幾列呢 其實這個如果跟握的一樣握的裡面 插入的表格 幾欄呢 123 幾列呢123你找那個最大的再來合併就好了 那比如說呢我今天三欄 對不對 三列 三來三列之後的話呢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來做 在底下有沒有插入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就三藍三列 那特別注意就說 他的框線預測是零 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說你剛開始喔因為板型喔那個表格如果 框線是虛線其實很容易你們不好定位啦你如果不熟的話 所以如果你不熟你可以先把顏色 給他一個框線 這樣子你再定位會比較清楚等到做完之後你再把框線顏色拿掉 這也是一個方式的喔 有沒有這個這個地方 裡面好像沒顯示 不過沒關係 我教各位一下就第一個 把這兩個怎麼樣 這個地方我要放一個圖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表格裡面有個修改有個合併儲存格 好那個應該跟我的幾乎一樣 那這個部分這兩個 也是合併儲存格 這個應該跟我的一樣所以是不用 應該大家都會啦 OK 合併完之後的話這個格式就我要了 那我希望在這裡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 這個圖所以你可以把把這個圖放過來就好了 那這個圖呢每每一個地方都會有 所以這邊的話我把它stop一下 因為這個還在run OK那把這地方把這張圖 你就可以匯到你的網站裡面有一張圖 也許放在外面或者放在image裡面都可以 那把它放過來 拖拉到這裡面來 然後他問你替代顯示文字不要按確定就好了 這張圖就出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版型會亂掉一點點 那底下是一個name對不對 你可以按一個Enter 然後你就把name name這個標籤放過來 把它拖拉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或者Ctrl-C Ctrl-X Ctrl-V貼過來 那這個格子比較小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比如說我上面要放標題 那我就把標題放過來 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拖拉過來 然後 tie的部分的話 時間也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第二個格子裡面 再來的話 Content 這個把它也是這樣 拖拉到下面這個格子裡面 再來email部分的話呢也是一樣 拖拉到下個格子裡面 那如果你要對齊換到另外一邊的話 你可以靠 右對齊 把這個地方靠右對齊一下 這個是文字靠對齊 那這個 對齊方式的話是不是在 儲存格裡面 屬性裡面 再把對齊方式再改一下 這邊有個屬性標籤 你再把它改成write OK 他就 對齊標籤 特別是每一個 你會發現每一個格子裡面呢 他都會有個T TD的話 指的是儲存格 你也可以透過 標籤裡面去做 變更 那上面部分呢 如果說沒有用到 id id如果留下來 放在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把 把這個 deleteer掉 OK 那我看 這地方 OK 完了之後的話把它save save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執行 大概看一下 如果 不滿意 還可以再做 回頭再修改 那各位可以看到沒有 我現在放的位置 他就按照我的方式 就把 我要的 位置先放過